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來到這個時候 大家好 跟大家打招呼 我們之前已經預告了這個星期會講哥斯拉 但我們不見了兩個哥斯拉 對 彪你要回報一下 為什麼一說哥斯拉 那兩個哥斯拉都不要說哥斯拉生氣 阿姑更生氣 我做過檢查過 如果你叫一位女士叫阿姑 他都會很生氣 所以千萬不要叫阿姑 不要叫哥 師拉都不要叫 我們這個星期就叫說哥斯拉 那兩位其實我們都要先問一下她 什麼原因呢 Panda姐姐就因事繁忙 另外桃貓貓身體不舒服 喉嚨發炎 但是她有沒有去看哥斯拉呢 你兩個看了 我看了 你知不知道她兩個有沒有去看哥斯拉 桃貓貓應該看了 那Panda就不知道了 她有反應給你聽 確實 那你可能說一下她女士的意見會怎樣 她沒有跟我說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講哥斯拉 正式來說叫真哥斯拉 這部就是第29部的哥斯拉 這部就是很大列的了 那算是荷里活那兩部 就應該是31部 那這部呢 就是在日本那裡 就相當之 那個反應很好 還有就是有種叫很新的感覺 那種感覺出來 那這個現在香港呢 就是故意都安排 就是在暑假尾的時候 放這個哥斯拉 是 那你們兩個都是看的了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哥斯拉粉絲 告訴我 是 你是哥斯拉粉絲 看了也有六七部 六七部都算是粉絲 那你呢 Wills 不敢認粉絲 但是知道這部電影會做 都做了準備功夫 所以之前已經幾個月前 開始看了一些書 你不要這樣看書 已經可以看了 因為我這些聽眾朋友 都說 都給了一些意見 我們 他說 幾圖 最好聽的是 你丟那些學生的事 專門給你們 對 丟你們 最喜歡聽 你的效果 我們不是這樣理 不是想做效果 只是順便 你抵抵 哥斯拉 我覺得現在 剛剛做的 是熱潮 其實現在的反應 我覺得 香港 遇上 很多人看了 都有話題說的 但是 好像入作率 不是很高 何解這樣說 因為 應該都沒有一部 哥斯拉 真正是很大受歡迎 反而荷里活那兩部 因為荷里活的原因 比較多人看 但日本哥斯拉 到來的時候 只有我們那些 就是喜歡看的 是粉絲 你說自己也算是粉絲 那你也沒有我那樣粉絲 當然沒有 因為我剛剛錄音之前 我再看一次的 哥斯拉 所以我看了兩次 他都說不太公平 你當然知道很多東西 恨憎 那不是 我之前 在另一個台節目 也有說過 哥斯拉 當然 當然 我們這個 神秘調查班的 哥斯拉 說的時候 你不要回答 你有聽過嗎 沒有 我有聽過 我沒有回答 叫我們不要回答 現在 就是那個 我們不要回答 還有很多題目 可以說的 大家可以兩個 來聽 我覺得這次的 哥斯拉 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首先 我不要全部 說那些 哥斯拉 好看不好看的 我又想聽一下 神秘調查方 現在只有你們兩個 那兩個 那兩個師奶也不出現 那兩個 阿公 領旗仔 那阿彪班長 你說說你的看法 我喜歡的 這套 如果你 看開哥斯拉 就是 喜歡他 舊哥斯拉 也好 日本原裝哥斯拉 也好 鵬野壽明 的作品也好 這套 我覺得交到課 他吸引你的 是鵬野壽明 就是 第一次做 真人的導演 Course Over 他不是真人導演 不只是一套 他之前有拍過一套 不用理 這個 他做到 哥斯拉的 所有 他 有的元素 由他怎樣 由他怎樣 開始 至到 怎樣去 終結 他完全做了 他的拍攝手法 很鵬野壽明 喜歡看 新製福音戰士 那些 都很熟悉 這個手法 想你不算 通後真寺嗎 通後真寺 通後真寺 最有一個特技 導演 OK 這個 我當然有些東西 打龍通 但是 哥斯拉的設計 真的有不同 尤其是 他這個頸 那個 光髮 開口 那時候 還有這個開口 不是就這樣開 上下開 他還是下落 還要再抹開 由他的 真哥斯拉的特色 就是 新版的 哥斯拉的型 還有最後 那個 發射光線 那個 就很熟 就是 就是 新製福音戰士 他 裡面常用的手法 這個 我之前看過 現在還未動 這個 也很過人 這個 金剛鬥哥斯拉 好像又會再拍 是 是 是 現在再拍 金剛打哥斯拉 這個是舊版 那個 就好像刷牙 金剛幫哥斯拉刷牙 金剛和哥斯拉的身形 好像差一段 很少計 舊版 他有很多版本 是 高有偽 還有哥斯拉之子 是很小的 是 不斷有不同的身高 還有 Millina 他有幾個兒子 這個 西洋 這個 韓戰太平洋 美國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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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逸哥斯拉 2014 這個 新一點 那隻 之前那隻 再適逸一點 這個就是台灣的叫法 叫哥斯拉 我們叫哥斯拉 這個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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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有幾多元素都很像神話故事的結構 我覺得 似乎 好像是 有些東西 我再檢查到 原來《通口真志》 以前真的拍那部獨立的電影 1985年的時候 叫做《八旗之大蛇之易集》 那又怎樣 我問你 你覺得你怎樣 你都不是講你自己的意見 你講別人的資料 但我喜歡 除了哥斯拉傳統的東西 它又會牽涉一些神話 我覺得那些是我現在看電影的幾有趣的地方 那它一向都有的 這個不是現在這個自由 是嗎 但我以前不懂得看 現在就開始多了從這類分析了 那你看了幾一套《哥斯拉》 如果你說那些電影 其實以往 我記得暑假電視是重播過很多次 看過但不太清楚 有些混亂 因為有些劇情好像差不多 但很記得曾經有一套 就是有點像《未來戰士》的背景 有《機閑人》那幾套 我很印象深刻 另外在香港 即是《達下》那裡 也很記得 那個《戰龍骨斯拉》 那個叫什麼 《世紀》 《世紀必殺陣》 是的 《世紀必殺陣》 看到有《漁畫國貨》 那些 那個《哥斯拉》 有來過香港會展 做首映 那個《哥斯拉尼》也有 另外就是電影 電影 找回真的1954年第一部的看 我覺得真的可以 用來擺在這次那裡做比較 那它這個也很 有28部 我覺得它也有些呼應感 但你也沒有說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我喜歡 雖然我看到很多開會 因為可能我們現實很怕開會 所以看到開會 真的很多 但是我看到 日本人他們很多時候處理問題 就是用這種模式 那它真的反映到這個 我覺得全世界政府都是這樣做 一個回答一個 一個回答一個 另外我看了另外有一本 講怪獸的小說 其實它甚至說 當時日本政府已經成立一些部門 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感覺上 因為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就想 可能當年是未開始有這個部門 因為看到他們 因為他們在開頭是完全不知道怎麼入手的 那種感覺上 那種感覺上就有點亂 就是當時的感覺 他們就 就是整體上 你覺得這部電影 《哥斯拉》 挺過癮的 但是它裡面 就有很多 叫開會的場面 你覺得很繁複 會好像想起 我們做事要開會 那樣 它是剛好夜盛明的風格 是的 因為在《光戰士》 那時候也有這些場景 那有什麼 你應該預料它是這樣拍的 反而我沒有想到 它真的這樣拍 但是它拍得不悶 那是很厲害的 對 它夠膽地這樣拍 就是看到它 悶不悶 有很多個看法 其實不算悶 因為它本身是推著劇情離開 還有很多時候 它會剪輯過去的時候 就是《哥斯拉》在現場做什麼 但我覺得這部電影就拍得很個人 因為我想不到它會用 《哥斯拉》幾個形態的模式 因為以往 就應該在現場中 沒有這樣處理過 有的 怎麼會沒有 因為我看舊片 我不是很記得有這個效果 那你不要這麼肯定 我沒有 因為我沒有看過 如果28部你看完 我都不能拍到你 沒有… 那你不要就說沒有 對不對 我們正在開咪咪 正在出街 有很多哥斯拉粉絲 尤其是香港 尤其是我們這些聽眾朋友 因為哥斯拉基本上 都有積了很多年的歷史 雖然你會說 雖然你說它的特技好不好看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全世界都說 如果那些怪獸片 它是King of the monster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這個 這樣的稱譽 都不是說 那麼容易得到的 不是浪得虛名 它 而且這部 它最主要 它這個 真哥斯拉 我覺得在香港的上陸 都算是厲害的 因為它做了一個 叫做氣勢出來的 還有它加上叮噹 那個人 叮噹的那個日本誕生 又叫做日本的開始 暑假頭的時候做 然後就毀滅了 然後大家見證 日本的誕生和毀滅 正正我覺得它這個 它宣傳也是這樣宣傳的 在電影公司 我就是講了它的宣傳 你又在這裡重複 為什麼會 它最有趣 我想香港都比較好 格得更好 如果你有沒有看日本誕生 叮噹的日本誕生 沒有 那就是 看電影要多看電影 你現在是一個節目的主持 知道嗎 你如果知道你這麼不夠 人家怎麼會覺得聽你的 那些節目會好聽 你有你自己的角度出來的 不過 如果講起那個叫做 跟哥斯拉有關 這個就一定要講 大龍的恐龍 這隻海龍呢 大家都說 跟那個叫哥斯拉 還有 還有 尼斯湖的水怪 那些也有關 那有沒有看這部劇場版呢 有沒有 都沒有 舊有 舊的 有兩個版 有兩個的 一個就是 翻牌版 一個原裝的舊版 這個你有看的 這個 當時叮噹也有一個叫 溫柔的目光 但是漫畫就一定有太大 漫畫 這部都是一個很經典的 我們講哥斯拉的時候 一會兒都笑不免 會講大龍的恐龍的故事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說 叮噹這個大龍的恐龍 他講的那種海龍 也都會講到 是應該 他們就是 在海洋裏面的人類的祖先來的 這個我們之前都講過好幾次 你們有沒有記得的 曾愛潛行的時候 有提過那個蛇頸龍 是呀 一會兒再反而 曾愛潛行的時候 可以再專門會提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看 《哥斯拉》 我覺得有很多 現在《哥斯拉》 一說個名字 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那個東西 但是他最好笑 現在這個戲 都這樣 你看 你不能叫他 你不要叫 《哥斯拉》 可能《哥斯拉》 就是叫錯名 那我們是不是 應該叫他做什麼 這個 這個 那你怎麼讀 那一句 我們中文讀的叫 《吳以羅》 《吳以羅》 是的 那證名應該怎麼讀 其實證名發音 我認為他用回他的日文 就是 《哥ジナ》 《哥斯拉》 應該是用拼音 《G-O-J-I-R-A》 《G-O-D》 《G-O-D》 你沒有那個D D那個是尾版的才用的 《哥斯拉》 尾版那個是儀式 這個就是 《哥斯拉》 不是《哥斯拉》 不是《哥斯拉》 《G-O-D》是有的 但我看看 如果在1954年 他們用的是 《G-O-J-I-R-A》 沒有那個D的 沒有D的 總之它就叫 《哥斯拉》 以前他們的寫法 叫做萬葉假明 就是直接用漢字 去寫日本古語的發音 如果漢字的發音 有不同 我們如果經過Wills的調查 我們今次的專題 就叫做什麼 《哥斯拉》 就是用拼音來寫的 《哥斯拉》 《哥斯拉》 不是 我說《哥斯拉》 《哥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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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傳給大家聽 《G-O-J-I-R-A》 這就是我們今次的專題 那個名字 叫做戰龍 什麼叫做 《哥斯拉》 《哥斯拉》 好 那我們下次回來再跟大家說 這個叫做 《日本戰龍哥斯拉》 今次的這一部戲 《真哥斯拉》 你沒有頭淡湯嗎 咦 這個是頭淡湯 我們沒有預告一下 你沒有介紹電影嗎